有一個回應的問題 就是關於又想侍奉神 但是又教家庭的照顧 一個衝擊 好像兩樣不能夠 兩樣都做完 那我就會說呢 我們應該責任第一在家庭先的 因為為什麼呢 譬如家人有需要 你又不幫他 應該做的又不做 那就是侍奉 這樣是不對的 不過家庭的工作 是不是要用完所有的時間呢 不是的 就是一定有時間剩下的 那這個 我們就平衡了 其實我們整個人都平衡的 就是我們不能夠一件事全部 就做一件事全部 其他事情都不做的 那這個呢 因為我們有責任的 對於神又對於人有責任的 那所以呢 這個就是平衡怎樣用時間 好了 至於說 家人說 你如果愛我們 那你就天天在家裡 天天不要去教堂 那我們 這個就怎麼處理呢 那我覺得就是第一就是關係 就是因為呢 你越對他好 關係好 就是大家有好的溝通 大家都覺得呢 被支持 一起很舒服 很開心 他也會尊重的 就是他會尊重你 你都想有時間 就是你跟他說 我都想有時間 可以去 回教會 在教會裡面有侍奉 但我會先做家裡的事 那這個呢 就會是一個平衡 也都 那個關係好 就容易平衡 但是呢 他因為這件事圍欄你呢 就困難了 就是有這樣的情況 圍欄你 那這件事是需要我們去平衡 怎樣對他好 又爭取 那有些人 一輩子呢 就聽了老公說 於是永遠都不出去適奉 那又 自己又損失 又不是 也都未必好 你天天對著他 不是代表他關係好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平衡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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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